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这个数据成功的 重铸到那个json文件当中 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来把这个重铸数据的这个 这部分代码来把它给优化一下 那么之前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python自带的这个json模块来重铸 那么的话写的代码可能就会比较 那个比较乱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直接 我是不是拿到这个item 还要把它给转换成这个字笔 再把它给写入进去 对 那么其实 其实我们的这个scribe框架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explorer 就是那个导出器的 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导出器 其实的话就有一个这样的导出json 一个这么东西 那么这的话 我们就用那个东西来把这个代码 来把它给优化一下 好 这个代码 我们先把这份代码先把它给注视一下 好 把这个给注视一下 这份代码是我们之前的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方式来重写 这个从这个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来改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从什么呢 scribe框架当中导入一个类的 from下这个scribe 点那个什么呢 explorer explorers import下这个什么呢 json json itm explorer json itm explorer 就是导入导出json explorer 代表是导出器 json itm 代表是json 形式导出 对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写 这的话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变 这个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变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什么呢 以这个二精致的方式把它给打开 以这个二精致的方式打开 为什么需要以这个二精致的方式打开呢 因为这个json itm explorer 后面它在写入这些数字的时候 它是以那个byte的数字类型写进去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不用这个二精致就会有问题 我们现在试试 好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英零的行程当中 我们来第一个站的 explorer self.esb or 等于这个什么呢 json 我们传一个对象 然后的话把这个文件这个对象把它给传出去 self.f 再把这个什么呢 把相关的一些其他三种传出去 比如说我们那个insureaskman 就是确保这个askman这个东西把它给关掉 那么的话也是传到这个人来 ensure asci 对吧 等于这个force 好 这地方也可以给它传递这个编码 encod img 等于这个force 等于这个udf干嘛 好 那么有这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需要那么麻烦的 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这个地方还需要做一步 就是来 insure点那个什么呢 start start exploding 就是开始执行的 就是开始导入了 好 来执行这个方法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self点那个什么呢 explorer 然后是 然后是exploreritem 把这个item扔进去 这样子的话 这个item就不需要先把它给转回了字体了 就先不要把它给转回了字体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爬成完整右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指引一下 info.info.info info 完成的导入 完成的导入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全部都把它给作为阶层 其实把它给存入到我们这个文件当中的 好吧 保存一下 我们重新运行 好 这个地方会报错 会报错 是吧 它说什么呢 这个地方 110右行 就是这个文件 它说这个写 写入的这个地方必须为一个字账 而不是一个败死的数据的行 那么我们点一下 看一下啊 它说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说的话 其他底层就已经 跟这个self.file self.file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self.fp 那么self.file 你在写入一个数据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直接传了一个byce的数据的行 那么在我们派成三多种的话 你是不能这样直接写入一个byce数据的行 对不对 你必须要写入一个字账 说的话 这个地方它就报了这个错误 那么该怎么去解决呢 这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告诉他 你打开这个文件的方式 不要以这个w的方式 而是以这个rgwb的方式把它给打开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写入那个byce的数据的行能 好吧 好 那么我们重新来运行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也报错了 因为我们以这个rg的方式打开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能给他指定这个编码啊 那么我们再来走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数据就已经写入到我们的这个文件当中了 来我们双击来啊 呃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什么呢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rgwb的方式去写入数据的话 它是把所有的数据啊 把每一个数据都当做一个列表当中的一项 看到没有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当做列表的前面项 后面这个列一方也是列表的一项啊 对 好 那的话这个中间的话就是呃 其中一个字点啊 一个字点就是其中的一项 对 那么这个的话是这种方式啊 是这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它有个缺陷哈 有个缺陷 什么缺陷呢 就是 他这个东西 他其实怎么做的呢 他其实就是你在调用finish 啊 exploring exploring的时候啊 他其实哈 先把你这地方啊 先把你传进来的这个字点 把它给先塞到一个列表当中 那么你最后在finish exporting的时候 再把它给统一写到这个jess文件当中 说的话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字点 那些东西写到一个列 写到一个字 写到一个列表当中啊 明白 那么啊 那么有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啊 如果你要传的那个jess数据比较大的话 那么就会比较大的呢 因为它是什么呢 先把所有的这样 先把所有的item 先存注到这个类层当中 最后你finish exporting的时候 他会统一写到这个文件当中 那么如果你这个item数量比较大 那么是不是一直存注在这个类层当中啊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类层啊 说的话 如果你不想这样做的话 那么你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啊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叫做什么呢 这个来导入啊 jesson jesson nice animal啊 jesson nice nice代表的是行 它这个地方的话 它存注就不是以这种方式存注 它这种存注方式 就跟我们之前的这种存注方式 是一模样的啊 就跟这种存注方式是一模样的 就是一个字典一行 一个字典一行 这种形式 好吧 这种形式的话 它就在这个地方导入 写这个animal的时候 它就直接写入进去啊 就不需要 完整的 好吧 就不需要完整的 好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也是啊 也是先把这份代码把它给 诶 注写一下啊 然后我们继续来再来写一下第三个版本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啊 把这个拿到下面来 好吧 拿到下面来啊 好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东西可能叫c啊 改成这个东西对吧 好 然后的话 如果你使用这个东西也不需要什么开始和结束 这个东西通通不需要啊 这个东西也是通通不需要啊 这样的话就ok了啊 就首先在这边定义好一个对象 然后的话你这个地方有item就直接导入进去可以了啊 那么的话也不需要关闭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完成 完成以后我们再来到这地方 诶 这时候的话 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就当做一行啊 你看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对不对 它就不算是之前的那种列表的形式的啊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 这个jason 这种形式的话啊 你要去读的话 你就只能每读取一行当做啊 啊一个jason让的话把它给露得成一个字典对不对 你就不能直接把整个东西当成一个jason自传的 明白是吧啊 是这种形式 好吧 好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也是啊 用的比较多的对吧 就是大家以后啊 想要去把这个数据以那个jason的行数存在稳定 那么的话就可以借助这个jasonniceadmobisbrot 或者是借助这个对吧 啊 如果数据量比较小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这个 如果数据量比较多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这个对啊 啊这个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更加简单一点对吧 因为你这个地方不需要开始这个完成也不需要结束啊 你只要在处理这个item的时候直接来explorer xmode的item就可以了 对 使用起来也是更加方便点啊 更加方便点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个explorer的一个真的优化啊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它不仅仅只有这个jason 他还可以有一些其他格式 比如说xml的格式啊 还有那个什么呢 还有那个csv的格式来把它给导出啊 还有是那个pico啊 pico的话是我们pass那种保存数据的一种方式啊 呃格式化数据的一种方式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吧 一些其他的啊 好 那么这里话我们就不再去过多介绍了 同学们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个笔记啊 这就是nice吧 就是nice 就是nice 保存数啊 json数据的时候啊 的时候啊 可以使用这两种啊 这两个类啊 啊 让让操作变得更简单 对吧 变得更简单啊 item espo 这段是每次啊 在数据每次把数据 每次把数据啊 添加到内存中啊 最后统一写入写入到那个磁盘 磁盘中段 磁盘中啊 呃好处是那个存储的呃 存储的数据啊 是一个 存储的数据是一个满足json 规则的数据啊 坏处是如果数据量比较大 那么 如果数据量比较大 那么我比较好 内存对吧 第二点是那个什么 json这个地方 我来复一份 这个是啊 每次调用什么呢 1spo 1 提1itm 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按摩存储 存储到硬盘中啊 呃好 坏处是 嗯 每一个 每一个 呃 每一个 那个字典 每一个字典是一个 示意意涵啊 整个 整个啊 那个文件 不是一个满足满足 满足json 格式的文件啊 坏处啊 坏好处啊 好处是每次 拿处理数据的时候就直接存储到了硬盘这样 这样不会耗 内存对吧 数据也比较安全啊就说你拿一个我就存进去啊不会说呃那个啊如果断念啊这个啊说内存里面说就没有了对啊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 好啊这里面来写一个呃 试验试验代码楼下啊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把这个代码把它给拿过来啊 好这里达到这个了啊 试验代码代码 habit 然后 WOR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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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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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啊 为什么没有行吗 就这样嘛 好吧 就这样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课程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